轟动90年代的电视影集《金刚战士》 是六七年级生的热血回忆 没想到陪违20年之后竟然要搬上大荧幕了 甚至还找来电影《猪妖记》里面的华裔演员林露迪 来饰演黑衣战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东森新闻美国好来屋的独家报导 这位的一句话改变了五位高中生的未来 他们不仅透过神秘时获得强大的超能力 同时也唤醒了沉睡六千万年的太空战舰 为了成为真正的金刚战士 五位年轻演员在电影开拍前可是吃足了苦头 就连有功夫底子的林露迪也得勤练勇迹 我的体质现在很沉很重 所以老是往下会潜下去 但是我很会潜水 就是我教别人怎么去潜水的 所以我不怕水 从日本原创的恐龙战队 到美剧《金刚战士》 便装成五种不同颜色的战士服 一直是戏里的招牌特色 这回《金刚战士》更穿上最新电脑特效 打造出来的升级版盔甲 就是要让战斗力破表 因为在这个面具之下呢 你真的想是你是一个英雄 想去做一些就是很好有正义的事情 更炫的是《金刚战士》的飞船 这回更转变成五种威猛的古生物 不管从地面或空中 都能全方位地对战邪恶的幽冥女王 因为我飞着 我会比较更加轻 如何能拯救人类 欢迎观众一起来再一次热血体验 东西文英雄文在好莱坞的采访报道